好 镜头在带您来到花莲的南区 富里香农会下午2点半理了花莲南区 国产财以及农林特产品的推广中心 赴茶堂暨农民直销站的开幕活动 那么林务局长一个级的长官也都更相顺举 那么林务局长也表示 这里总共有三大亮点会让人流连忘返 文青风格的场馆 望眼看过去采光明亮 还有浓浓的木材味道 这里是富里香农会所打造的富茶堂 也是华莲南区国产财及农林特产品推广中心 还有农民直销站 希望在这个场馆里面 能够让我们的小农能够来进驻 然后让他们在这里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富里香农会花费4年时间整理出来 张素华表示 富里香有很多的产品 林务局也有推动的绿宝标章的产品 透过这样的场馆来推广出去 非常多的这些优良的林产品 或者是这些农产品 在结合原本 富里或者是周边 本来就有非常多的这些 无独的这些 有积乐健康的这些农产品 在这个地方占授 富里香农会下午2点半办理 花点南区国产财及农林特产品推广中心 富茶堂暨农民直销站的开幕活动 林务局长以及各级长官共襄盛举 林务局长也欢迎民众西家带卷 来到富茶堂逛逛 感受富里最在地的农产 以及人文风情 记者高松双不理想采访报道